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贤哥他们从旁边的小河补了几条小鱼 我就做了些鱼汤 你来尝一尝吧 贤哥 贤哥 主子 上官一夜未归凌晨才回来 你去盛一碗鱼汤给他送过去 就说是玉阁主亲自下厨做的 请他尝尝 我做的鱼汤为什么要分给他啊 阁主和上官都是我的好朋友 缺一不可 和谐自然相处最重要 好 既然是我做的鱼汤 那我亲自送去便是 上官公子 我刚才炖了点汤 你也来一碗吧 不必了 我这么做全是为了殿下 为了公子 若真为了公子 就不该逼他逆天而行 何为天又如何你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道行逆施必遭灾祸 玉阁主为何不替活着的公子 想一想 他背负的所谓复国之谜 若成了 只不过是圆你们的妄念 可若不成呢 这断送的 可是他的一生 你是天圣人 自然会百般阻挠 阻止我们复国成功 在下是天圣人不假 可也分得清是非黑白 好人坏人中间尚恶 玉阁主 公子的志向 从来不是功名利禄 是你对他了解太少 恳求皇上饶小女一命 饶小女一命啊 秦相爱女心切 可为何要在朕最在意的事情上 犯糊涂 回皇上 小女私自将云郡主下狱 或许不对 然而她却是一心一意 为皇上考虑啊 云前约 可为皇上 与荣景先前有染 难免她不预期 竹台暗节 小女 也是怕皇上 受亲蒙蔽啊 是逆贼荣景寄予浅月 浅月自始至终 和她没有任何瓜葛 还有 以后要叫皇后 皇上 要臣若不是担心天圣国运 又怎敢以如此大逆不道之言 污染盛听 这荣景改头换面 在天圣潜伏多年 又深得先帝的信任 然而这一切 她竟是为了 保灭国之仇 荣景她先行谋害先帝 又将皇后送回天圣 如今皇后怀有深运 这难道不是她 在利用计谋吗 皇上如何处置小女 老臣绝不敢求情 只是皇子乃是国之根本 当年臣也是甘愿辅佐皇上 至今此心不改 皇上 皇上若认为老臣图谋不轨 老臣愿常跪不起 以此自正清白 看在秦相为朕卖命多年 朕可以饶了秦都官 不过 秦都官要在牢里多待些时日 好好反省反省 不知秦相以为如何 臣谢陛下隆恩 臣 朕以后不想听到 任何有关于类似的言论 否则 绝不留情 臣遵旨 退下吧 臣遵旨 展绝不 manager 臣遵旨 你去找大人 那就是本人的心理 不得 优秦 你们来 有劳姑娘了 殿下大病出狱 还是小心些好 要是染上风寒 就不好了 若是心中有一些不快 可找亲近之人吐露一番 否则伤了身子 就不好了 洛瑶姑娘 感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如今我尚已痊愈 实在无需姑娘 在过度操劳了 否则容某 心中有亏 殿下是否 还在因为郡主之时 而怪罪于我 并没有 洛瑶姑娘多虑了 是我多虑就好 毕竟我和你曾有婚约 我照顾你 也是应该的 主子 陈柳热热地要见你 我和贤哥去便好 放我来 放我出去 容卿 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小人 放我出去 陈柳热 把我关在这儿算什么 有本事杀了我 你想死也得我家主子点头 不过我家主子也说了 战士饶了你这条狗命 迟早派往用场 这江山是先帝打下来的 你们这些狼子野心的齐国余孽 竟妄想谋夺天圣皇位 做梦 当初先帝却不该心软 信了慕容氏的鬼话 才生出如今的逼宫惨剧 容卿 亏我还以为你是条汉子 竟不念老荣王养育之恩 先帝器重之情 惹出这等祸乱天圣之举 我呸 我容景一心只想替慕容家平凡 从未想过和先帝 兵戎相见 撞屁 先帝不就是死在你的手上吗 胡说 我家主子才不会干你 这种缺德的事 你们当然不会承认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反正我容景 没什么对不住先帝的 可惜啊 慕容将军确实反了 而你景世子 也确实叛变了 当今圣上乃天选之子 夜市江山 不是你们这些丧家之犬 可以垂涎的 显哥 我们走吧 你不仅得不到江山 连心爱的女人 要离你而去了 你容景征来的江山 到底是残缺不全 圆满不了 等着吧 你心爱的女人 马上就要嫁给圣上了 云氏嫡女必为后 这是祖训 江山和女人 你什么都得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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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帮你擦把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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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对我展出如此的笑颜呢 这是什么 这一定是什么 殿下 我该走了 靳云 就算这是在梦里 与我而言也是弥族珍贵的一字 将让我在这梦里 再多看你一眼吧 殿下 请你清醒一点 我不是远郡主 靳云 我明白 我伤你至此 你不愿意面对我 也不愿意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能理解 可是你知道吗 离开你 我有多难过 我想你 念你 我回忆我们在一起时的点点 弟弟 我想你 我 我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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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此生最羡慕的女子 参见皇上 操练得如何了 不是向皇上说大话 只要逆贼那日现身 臣和众兄弟便定能将其 一举擒祸 绝不会有失 好 那便继续操练 是 皇上 逆贼戎锦非比常人 他那时会自投卢望吗 朕自有办法 让他明知陷阱密布 还要以身犯险 立刻你指 朕要把与云谴月的婚事 昭告天下 是 原来皇上是要 以云郡主为耳 引诱逆贼上钩 可皇上与郡主大婚之日 全城百姓必然聚请 逆贼隐匿人群之中 我们无异于大海捞针啊 大婚当日 皇家迎亲队伍 会依天圣旧礼 绕道女花庙 见识 皇后会以国母的身份入庙 为天圣的百姓祈福 范围缩小至一个小小的庙宇 还愁抓不到一个容景吗 皇上此计 天衣无缝 庙宇 荣请 朕不但要让你亲自去女娃庙 看到朕迎接朕的女人 还要让你匍匐在朕的脚下 回不当初 谁都别偷懒啊 明儿举办完大婚和册封典礼 这荣华宫 便算是正事有主了 人人皆知 皇上对皇后娘娘疼爱至深 你们谁要是出了差错呀 小心皇上责罚 是 皇上 皇上 卢碧已将您要找的人 从宫外给您带来了 小民参见皇上 你就是天圣 鼎鼎大名手艺最好的银匠 小民惶恐 小民只不过开了一间金银铺 略有些家传手艺 怎敢跟宫内工匠相提并论 承蒙皇上看得起 小民受宠若惊 平身 朕有件事情要请教你 小民不敢 谢皇上 皇上 这 朕要你帮朕做两枚纸环 敢问皇上 想在纸环上赞什么纹样 就赞一个小月牙吧 请皇上放心 就交给小民吧 不必 这样东西 朕要亲自赞可 你只需要教会朕便可 皇上 上官 你看 风儿 是有什么消息吗 新帝营去皇后 就在明日 云浅月 皇后 玉阁主 上官 我家主子不见了 陈六爷不见了 什么 哥哥肯定是去了帝都 正好 我们可以趁此良机 潜入帝都 杀了云浅月和云老王爷 我要把天生的国婚 变成国丧 不行 我家主子肯定补乐业 杀与不杀是我的事 凤儿 我比你更想杀了云王府的人 可是眼下我们必须要保证 太子殿下的安全 除此之外 我什么都不在乎 小丫头 小丫头 你在干吗呢 好看吗 好看 你也给我做一个呗 那可不行 那就双对戒了 对戒 就是成双成对的戒指 只有男女成婚的时候 才会有的信物 我才不能送给你 那我就得嫁给你了 对戒 只有护许终生的两个人 才能送给对方的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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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 不能等到明日大婚之后再说吗 小丫头 朕想问你 在你看来 朕为何娶你 陛下娶我 自然是因为怜悯我的不幸 想助我度过困顿 朕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但是 你错了 朕娶你 不是因为收容 不是因为怜悯 更不是因为好心 而纯粹是因为 因为 我爱你 你说什么 是 我深爱着你 毋庸置疑 没想到在你面前 吐露心声 也没有那么难 陛下 叫我轻燃 在这皇宫里 只有你可以这般唤我 在你面前也没有朕 只有那个一直追着你的叶轻燃 轻燃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朕当然知道 当年 使我太懦弱 爱慕你多年 却一直没有能鼓足勇气追求你 可现在我决定跟时间争一争 看看是否能换得你的心 我是夜市既定的继承人 所以从小到大 我一直都在伪装 这也是 我为什么一直没能开口 对你说我喜欢你的原因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是我的求而不得 我多么希望你的目光 能够停在我脸上 哪怕只有一点点 可是你的心里只有三哥 我只有把对你的感情 小心翼翼地放在心里 后来你失忆了 我还没来得及案子庆幸 能够有机会靠近你 谁知 叛逃杀出了一个容景 我也很后悔 将你拱手让人 本来想看着你幸福 谁知道他们一个 不惜杀害你 一个只为利用你 之后 我要让他们对你的所作所为 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 好 小丫头 还要让你回去 这是不是也恰恰说明了 是天意让你回到我身边 云嘉尤女 天定之旋 以前总觉得是假话 现在明白了 是宿命 既然他们都没有 资格守护你 那么日后 就由我亲自守护你 让我做你真正的丈夫 让我做你孩子 真正的父亲 好吗 小丫头 叶清然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叶倩她才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可以 跟我说这些 你这样对得起她吗 我从来没有爱过她 我娶她完全是 为了遵循父皇的旨意 只要你愿意 我马上废了她 让她离开皇宫 让她滚回怨气 秦燃 叶倩她那么爱你 她为了你 远离家乡和亲人 千里迢迢来找你 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只是为了追随你 你不可以这样对她 你不能辜负她 可我爱的不是她 可是你已经娶了她 你就有责任给她幸福 可我爱的是你 我为什么就没有资格 去追寻我自己的幸福 秦燃 你明知道我早就非清白之身 你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你的过去 我也不在乎旁人的眼光 就算全天下人都反对 我也不后悔我自己的选择 我唯一在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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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义军 秦燃我答应你 对不起 等到孩子出生以后 我会找个合适的时机 带着他离开这儿 不要走 秦燃 不要离开我 只要你待在宫中 让我天天见到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秦燃 叶秦燃 你的轻身一重 这辈子 我还不起了 小丫头 这 是我送给你的月牙指环 是我亲自赞课的 天下独一无二 你在我身边便好 你不爱我也好 这辈子 有我爱你 就足够了 谁能再乘双 且把红尘就此 埋葬 我厨料 你就别再多想了 皇上他对你是真心的 这是因为这样 才更让我为难 我竟一直都不知道 原来叶清染心中的那个人 一直不是叶浅 我现在还要娶而代之 成为她的皇后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叶浅 于情于力 我都欠她太多太多 可是小姐 你要为您腹中的孩儿着想啊 若是让旁人知道 她的父亲是 怕是整个元府都要受牵连了 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还哭了 没 就是想到小姐要出嫁了 我就忍不住 好不容易见到我美美的样子 应当开心才是 还没见过哪家的新娘子 有我家小姐这么漂亮的呢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出嫁 等我出嫁那天啊 肯定更是惊艳四座 以后没人跟你拌嘴了 这元王府的第一把交椅 可就是你的了 算你没有失言 这以后啊 你就可以好好地待在宫里 养尊 处优 享受你皇后娘娘的拍头了 虽然吧 我平时的时候挺眼瞎的 可是我不瞎的时候呀 那是看得真真切切的 这皇帝陛下对你啊 可是一往情深 忠贞不渝的 你可别辜负了人家 前缘 不对 皇后娘娘 我可是等着你怂恿皇上 赶紧给我也赐个婚 这看上去不错的公子啊 都跟他体贴 我这 是 那你能够伤你 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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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将军 信女云氏浅月 以夜市皇后身份 向女娲娘娘祈福 请求女娲娘娘 为天圣降下福瑞 保佑国泰明安 皇上 臣办事不力 被容警反擒 他简直显快不堪 这次 又将我乔装成他的样子 定是故意利用我在庙中 引开皇上耳目 并趁机逃走 废物 皇上息怒 臣这就去全城追捕 臣先取引皇后 参见皇上 皇上怎么来了 礼仪 都是给天下人看的 朕的皇后 自然要朕亲自来接 回宫的陆成长 怕你太闷 朕就提前来陪你了 在真正里 皇上 荒尘余落尽心忽悠 陈满梦上 看三千番华 漫漠在飞扬 芊玉 余生只要你幸福 我便知错了 爱是你身在远方 是不是思念比爱更漫长 娘娘 回去吧 我成亲那日 皇上因为他 抛下了我 一连数日不肯煎我 如今他们大患 皇上又不顾礼节 亲自相迎 王日说的什么姐妹情深 到头来都是谎话 阿妩 我待皇上 远胜过他 可是皇上为什么 就视而不见呢 娘娘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